是 当时是我捡到的手机 看到那恐怖的一幕 我就吓得把手机给丢掉了 然后大家都往外跑 我就也跟着跑 结果摔了一跤 摔在地上时 脑袋正好对着地上的手机屏幕 当时我看到画面里面 音变了 不再是鲁针叫救命的声音了 而是一团白光 照着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然后 我就看到一个人影出现在屏幕里 光很强 只能看到一个暗影 然后他脸凑到屏幕上 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然后就跟我说了那句话 借你用一用 之后我就感觉到脑袋沉了 好像掉进了一个无底洞里 一直在天上飘 下面是个学校 对对对 有点像是我们的学校 但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我当时不能控制身体 就一直这样飘着 意识也是模糊的 我也不知道飘了多久 后来似乎感觉到有人叫我 然后把我往一个方向推 漂浮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醒过来了 叶少阳听完 潘吟着点了点头 又问了几个问题 他都回答不上来 于是安慰了他几句 跟他道别 然后跟大伙一起出去 阿姨 回头你找一些三年生的牙的老姜 煮汤给你家儿子喝 一日三晚 喝三天就可以出院了 在门外偶遇到鲤鱼的母亲 叶少阳立刻嘱咐道 江堂最大的作用就是安神定魂 鲤母千恩万谢送他们离开了 坐进车里 谢雨晴问道 去哪儿 外语学院 外语学院 四号宿舍楼 叶少阳仰面望着二楼的某个窗户 已观察了很久很久 连姿势都没变过 谢雨晴实在无聊 忍不住就问道 你老盯着这里干什么 就一面墙 我就不信你能看着花来 这里 曾经是一扇门 叶少阳指着二楼的一面外墙说道 谢雨晴三人都愣了一下 打量了半天 这才在墙上找到了水泥改气的痕迹 很细微 似乎是有意隐藏 不仔细看根本就认不出来 这么说 也有可能 可是你是怎么知道的 谢雨晴好奇地问道 在那个世界里 我就是从这里穿过的 走进五号楼的 张小蕾一听 跟记忆中的五号楼的位置相比了一下 立刻也认了出来 没错 就在这里 请去看看 叶少阳说完 顺着之前走过一回的破损的窗户 爬到了走廊里 身后三人继续进去 上到二楼 叶少阳来到了之前出世的二零五宿舍对面 找谢雨晴要过手电 在墙上一寸寸地检查起来 结果 果然发现了一道缝隙 正好是一个门的形状 叶少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 我想 我知道那鬼师钻进墙里的秘密了 伸手指着墙面说道 这里曾经是一扇门 那个鬼师 还有被他抓走的少女 都是从这里被带到五号楼的 三人一听顿时就震惊了 谢雨晴皱着眉头说道 怎么可能 就算这里以前有鬼扇门 可是早就封上了 他们怎么可以穿墙呢 最最重要的是 你说的那个五号楼 就算曾经出现过 现在也早就没有了 叶少阳说道 注意他们是怎么穿墙的 依然是个谜 不过 我相信他们肯定是去了五号楼 也就是我之前去过的那个世界 不然没道理这么巧 偏偏那扇通往五号楼的门就在这 鬼师也是从这里走脱的 谢雨晴想了想 我还是不能理解 为什么活人能够穿墙呢 进入一个虚无的世界 不需要解释 这件事本身就不合逻辑 先离开这再说吧 从楼里出来 叶少阳提议找个地方坐坐 张小蕊对这里地形很熟悉 领他们去附近的一个粮亭里 夏师弟 你们去聊吧 反正事情经过我也不了解 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家里你嫂子还等着我去煲饺子呢 有什么事 你再给我打电话 叶少阳笑道 让大嫂多煲点 晚上我去你家蹭饺子吃 去吧 你们都去啊 我再弄点下酒菜 老郭迈着步走了几步 突然又折回头来说道 对了 小师弟 你托我调查的那件事 我走人帮你查了 道远跟那个阿修罗王子 已经打完了 也没分出什么胜负了 然后各自都走了 哦 一场想了一下也是 道远真人跟南宫影 无冤无仇 连认都不认识 也没道理一言不合 就打个你死我活 气消了 也就算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南宫影还真是个禁敌 好在有道锋在前面挡着 暂时他也不会来找自己麻烦 想到道锋 一场的内心又变得复杂起来 有种不在同一个时空的感觉 当下定了定心神 把心力完全集中在眼前这件事上 快到了张晓蕊说的那个亭子的时候 叶少阳远远地看到亭子里坐着一对情侣 女的分开腿 坐在男的怀里 两人一边接吻 一边在对方身上乱摸着 女生的衣服都被解开了一半 露出半个雪白的肩膀 我靠 这光天化日的 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叶少阳嘴巴张大 吃惊到合不上了 换个地方吧 谢雨清说道 转身走了几步 发现叶少阳还站在原地 瞪大着眼睛望着那边的活成功 气不打一出来 大喊了一声 色狼 走了 结果声音太大 那对情侣听到了 发现有三个人在远处偷窥 急忙起身穿起衣服 顺着对面的小路溜走了 叶少阳不好意思地对谢雨清笑了笑 大言不惭地说道 我这办法不说吧 立刻就把地方抢回来了 哼 谢雨清也懒得揭穿的 张小吕在一旁大笑道 你这 是说明人家脸皮还不够厚 要是画了师父你啊 估计就算被再多人围观 也听不下来吧 听不下来 哼 这个词用的绝了 谢雨清捂着嘴巴大笑 别说 你小神棍还真是这种人 我靠 你们怎么知道 我对你识管啊 叶少阳立刻反驳道 谢雨清眉眉一条 你轻薄我的次数还少吗 一伤当场就争住了 哑然无语